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时间过一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各位来祈祷 主师 谢谢你 又到了我们可以一起从创世纪 一起学习的时候 有上帝祢祝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 帮助我们能够从这古老的圣经 学到我们今天在世上 怎么生活的一些宝贵的功课 开始以前这样向祢祷告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今天我们先唱这首歌叫 《亲亲听》 鲁鲁鱼 《亲亲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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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爱去听主的声 亲亲去去地亲亲去 我的目指人在我的声 它是担目指是命的出车 我会先去听贪主的声 你是担目指是命的出车 你求人在你的声 我们今天要谈到Standberg 那个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那个爱的三角理论 那其中有一个叫Intimacy 叫做亲你 那我个人念来念去觉得 这个是关于心理的爱 所以主要是靠讲话跟听话 因为我们内心的世界 观察只能观察到一部分 而且可能观察错误 可是倾听跟倾诉 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语言的这个宝贵的语言 就是要把我们内心的世界 化成一个对方可以了解的符号 表达出来 让对方借着我们嘴巴所发的声音 去体会 去揣摩你的内心世界 到底你想的是什么 但很重要 因为我们人 我们这个人呢 其实外面的身体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可是里面的思想 里面的感情 里面的一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那常常是借着语言的沟通 语言的沟通比非语言的沟通比较直接 除非你刻意的要欺骗对方 如果你诚心的要把你里面的感觉说出来 你就要去找那些词 然后试着让对方了解我现在的感觉 那这是爱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我越讲你越听 你越讲我越听 我们两个人彼此误会的情况就越来越少 那我越了解你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先从这里开始来唱 那这个当然是耶稣 耶稣讲的话 耶稣说 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 他从这样开始 那写歌的人就从这里开始讲说 那我也要听主的声音 主要听我的声音 我们再唱一遍 然后我会把它引到我们的婚姻生活 声音或认得把它提 adviser或者将会 sage音乐 感觉和博标讲一遍 我carNow 奏 他誓大目者是命的祝詞 看他的心志聽賺詞的聲 他誓大目者是命的祝詞 他的雄電電他的聲 好來 這個歌手我們稍微看 發育聽的人他有一個動作 叫做阿蜜康 我們待會叫做阿蜜康 如果你要彼就是我們有時候會這樣 怕他聽不清楚 因為我們用魚在聽 所以你的眼睛會看他的水 你頭上的稍微看頭上 就是說我秉神 我全心要聽 你要跟我說的話 這個意思 另外輕輕的就會說我不會驕傲 我會很安靜 我要聽說在完結的時候 在完結的時候 對方在說你常常不在聽 因為你在想說待會兒要怎麼拍 你知道嗎 一旦開始吵架的時候 開始要忘記的是 你說一句我說一句 你說一句我說一句 表面上你說的是我在聽 我跟我們在聽 事實我不是在聽 我裡面在rehearsal 你知道嗎 我想說待會兒要怎麼跟你拍 沒有辦法再說 所以我跟各位說 聽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頭上要不說話 你才有才會聽 我們怎麼沒有那些偶像說 你的那個41 area 那個broker area 聽的地方燈檔 說的地方頭上要燈檔 你的會收拔電 所以我跟各位說 我們的內心必須要把你想要說的東西 要先放空 放空 你才可能聽 你才有辦法聽 對方想要講什麼 那這個不容易 你學過禪宗嗎 禪宗所教你的就是放空 因為我們嘴巴不講話 可是我們的頭腦一直在講話 知道嗎 我們很忙啊 我想這個想那個 禪宗要你訓練 你有沒有辦法把你腦裡面要講的話 把它停下來 那這個時候你才可以聽到別人的聲音 你也才可以聽到自己內心的聲音 如果基督教說 你才可以聽到聖靈跟你講的聲音 那所以這個 安靜 傾聽 愛以堪 那再來一個是認得我的聲音 認得我的聲音 當一個小孩大到會認聲的時候 認知我們的是 他可以從外面大人的聲音認得出來 這是媽媽的聲音 他還聽不懂媽媽講的話是什麼意思 他完全就從那個聲音的音調 那個聲音的特質 他可以分辨出來 這是我媽媽 我媽媽來了 這是他的腳步聲他可以認出來 這代表這個孩子跟媽媽已經心連心 已經 所以他會認聲嘛 他會把某一個人認定 這是我的媽媽 我跟他在一起就安全 我跟他在一起有問題就可以解決 其他的人是陌生人 我要害怕 我要跑走 小孩子到那個時候就很難帶 因為別人都沒有辦法 然後很黏 那表示呢 他跟媽媽已經產生我們叫做bonding 已經產生結連 連在一起 那這個認的聲音是非常重要的 你聽得出來嗎 那要認的聲音必須要常常聽 聽得很熟 你才可以put into memory 才可以放到你的大腦的記憶 下一次聽到你才可以很快就認出來 這是他的聲音 那聖經很特別的 聖經是把耶穌跟我們的關係呢 用先生跟太太的關係來比喻 這是很特別的 所以我是覺得 人世間能夠讓我們體會上帝的愛的是 一個最成熟最完美的夫妻的愛 甚至不是父子的愛 因為父子的愛 還是多少有一點那個 位階不同 爸爸好像比較大 孩子好像比較小 夫妻是一種我們所謂同階 是一樣的 是互相的 那照理講 耶穌跟我們不是這樣 耶穌是我們的主 所以這一首歌要把它聽成品是不容易 一般我們還是覺得我的主是主嘛 我是人嘛 對不對 還有位階的關係 可是耶穌願意成為人的 就是他願意跟我們同階 來聽我們的聲音 那我們說這是神無限的愛 耶穌我們上十字架當然是愛 可是耶穌願意成為人的樣子 我們叫做identification 他願意跟我們一樣 我想如果一個王子去找一個灰姑娘結婚 那個灰姑娘會有點害怕 那個是王子 我是一個灰姑娘 以後我們的婚姻會不會永遠維持那種不平衡的關係 那這個時候就是王子要刻意的說 如果他要跟灰姑娘結婚 他要刻意的把自己弄到跟灰姑娘一樣的這個位階 才是有可能真的是 你聽我的聲音 我聽你的聲音 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話 那麼這一首歌應該可以翻成 你跟你的太太唱的一首歌 如果你們夫妻今天來的話 你們可以坐在一起嗎 因為等一下要唱的時候你才有人可以看 不然你不曉得要看誰 可以嗎 如果沒有一起你就隨便看 如果剛好你有夫妻同時來的 有吧 對對對 那個中間不要那麼遠 可以坐靠近一點 可以啦 我好幾對 那那個 Amy 你可以過來嗎 Amy 過來好了 如果夫妻剛好今天 如果你是情人也可以 好朋友也可以 就是說剛好你們可以 等一下唱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要你那個對看 然後去體會那個感覺 就是說我想聽你的聲音 你想聽我的聲音 所以我會把它改 來喔 親親聽 我要親親聽 我要親親聽 我要阿彥聽她的聲 親親聽 她的親親聽 我的阿彩人在我的聲 那你就要唱紅色喔 那你就 我的太太 人在我的聲 你不要唱別人的 先生就唱什麼 唱太太 那太太就唱什麼 唱紅色 你是我 紅色是名 這個要改成陪伴 沒有改對 是名的 我不要主宰啦 主宰是耶穌 是名的 背伴 我的聲 沒聽彈你的聲 你是我 紅色是名的 背伴 他的友人 在你的聲 好 我們要開始唱了 唱到紅色的時候 你要深情的望一元 來 親親聽 我要親親聽 我要親親聽 我要愛他聽他的聲 親親聽 他的親親聽 我的紅色是名的 好 停 人家太太有看 老公居然不回看 這個不對啦 要互相嘛 那你們不是很渴望夫妻恩愛嗎 那這個是一個機會 回去你們的臉 還有比較親的動作 在這裡眼睛看著就好了 其實還可以手握著手 或是拍拍肩膀 還可以有一些physical 身體的表現 好 我們再給你一次機會 至少你眼睛看他一下嘛 如果別的動作不表示的話 來 來 親親親聽 我愛親一聽 她一定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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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看這個 我的按黃色 是我的聲 你是我胎胎是命的祖宅 我一生没听见你的声 你是我胎胎是命的悲哀 你的妖人在你的声 你跟他说 硬油硬油 那就表示你们平常没有这种操练 所以现在要做的时候怪怪 就是不习惯 师母太远了啦 看不到 好 那我上一次有答应你们说 我会跟你们讲那个爱 因为在事件这个故事里面 就是love goes wrong 这个爱变成恨 然后变成很大的悲剧 那所以特别是年轻人 男女之间的爱怎么表达 才会结成正果 才会变成一个很美满的结局 而不是变成悲剧 变成恨 那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发展 那因此呢 我的讲义如果你有讲义的话 46之一 我们上一次是讲到34章第三节开始这里 那我们的讲义这样讲 由此节内容看来 事件可能真的很爱恋抵纳 只是没有人教他 当如何表现出男女之间的真爱 才不会造成伤害 那后面我就提到 爱情是否应该以尊重为最重要的基础 尊重 那Standberg 史腾堡 他有一个叫做三角恋爱论 三角恋爱论 那我来讲一下这个论 谢谢 这个三角恋爱 Triangular theory 应该是 是恋爱三角论 如果你讲三角恋爱论 会以为三个人在一起 可以玩三批 这个是三批 就是他跟他好 他让他抱 可是他又跟他好 这个就是有第三者 介入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会赞成很复杂的 我们讲的三角恋爱论 不是这个 这个叫love triangle love triangle love是dia love应该是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 完全的给予 不应该有第三者介入 那个是爱的一个排他性 很强的排他性 那是爱的一个特质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爱是把自己的全部给对方 你就想一想 当你把自己的全部给对方 你剩下就是没有 所以如果还可以有第三者进来代表你 你跟对方的爱有问题 因为你给他50%还是40% 所以你还有留下一些 行有余力 则已交小三年 就还有如果你全部给对方 你supposedly 理论上来说你没有了 因为我全部给你 你也全部给我 这是爱的一个完全的归属的一个期待跟要求 这个出问题就是开始就有问题 因为你没有全部给他 所以你有 还有能力 有力量 去关心别的人 那Standberg他不是讲这个 这个人是Standberg Robert Standberg 他是1994年出生 现在还活着 所以他跟我同年 60几岁 他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研究两个东西 一个是爱 一个是智慧 Intelligence 他很有趣 他常常都用三角形 我是常常喜欢用2x2 就是你最常常思想东西的时候 你用怎么样的一个架构 来思想你想要探讨的问题 他一直都是用三角形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两个都用三角形 那Intelligence 我们今天不讲 我们今天讲的是他的爱的理论 爱的三角理论 那这个是我画的 因为很多人试着要表达他这个爱的三角理论 可是很不容易 因为他里面太多东西 所以我试着用颜色来表示 这是我尝试的 那么三个角 黄色 红色跟蓝色 这样子来讲 这是三个角 就是爱情有三大要素 这三大要素他用三个angle 三个角来表示 可是这三个角就构成三个边 对不对 三角形有三角有三边 这个三边就是 红色跟蓝色就构成紫色的边 我用这样来表示 这代表他有红跟蓝的时候 他就会有紫色的表现 这是一个边 那黄色跟蓝色就构成绿色的边 黄色跟红色就构成 这个不太好看 这个应该是橘色的边 所以就是爱就变成有六种情形 那第七种是三个都有 我就用白色 有人用白色 就是三个光 三个圆光都有的时候 产生出来是最后白光 那最后一种是都没有 就是根本没有三角形 就是没有爱 那这样讲起来 就是我们有八种情况 那Stirmer要研究的 不一定是夫妻的爱 他研究的是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中间 有可能产生爱的关系 有几种可能 他提到有八种可能 一种是什么都没有 一种是三个都有的是白的 所以你可以说一个是黑的 一个是白的 然后有红的 纸的 蓝的 绿的 黄的 还有橘色的 这样子几种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 他用什么方法 也许他用那个 我们叫做什么 Qualitative Study 那个定性的研究 他去访问在恋爱中的人 然后叫他描述 他跟杜康的爱是什么 那他用他们描述的内容 他去把它抽 我们叫做抽那个SIM 那个主题 他抽出来有几个主题 然后他就去研究 这个主题跟这个主题之间 有互动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样子 然后他再玩过去 用这个再去访问 在恋爱中的人 然后慢慢慢慢 他的理论就建立起来 那他发现爱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叫 Passion 那我翻成激情 有的翻成热情 昨天晚上我决定用激情 激就是很激动的意思 当时就冻不掉了 那基本上它是荷尔蒙的东西 荷尔蒙 就是上帝给我们造人类的时候 就造成有男有女 那男女之间就会有内分泌 这个是两性不同的内分泌 这个内分泌 会让这个女孩子或男孩子发展出 我们叫做第二性征 就是身体会不同 声音会不同 表现会不一样 男女就有不同 这个不同造成彼此的吸引 那所以这是身体的 这是内分泌的 这是非理性的 非理性不是无理性 是理性以外的 大家有没有叫做电中 你听过吗 当你碰到一个 你觉得说 哎呀就是他 那时候的感觉 其实那是一个passion 那个你根本也不认识 他叫什么名字 你就是被电到了 那你身体会有反应 比如说你看到口疾 知道吗 很大气厚 本来跟谁讲话都很好的 一看到他就就就就就就 就奇怪 讲不清楚 然后呢 一两血压呢 血压上升 心跳加快 然后照相呢 结果面红耳赤 呼吸急促 然后甚至会鸡皮疙瘩 就是那个身体会有反应 然后如果不小心碰到那身体 然后就 就来电 就有很多 这个是交感神经 在你的身体会作用 那这些东西会让你 被他吸引 应该叫做致命的吸引力 因为你对他是什么都还不知道 但是他的这些特征就吸引你 这是爱的第一个 他认的第一个就是这个passion 那因为passion 因为你被他吸引 你就对他有兴趣 你就希望多了解他 至少要知道他是什么名字 还有他的电话几号 还有他家住哪里 这个最起码的 不然你下一次就碰不到他了 对不对 所以大部分的人第一次的卸垢 第一次碰面以后 当你对对方有好感 就是被对方吸引 大部分吸引是指外表的 因为第一次碰面你对他的内心都不知道 就是他的样子 他的头发 他的香水 或是他的化妆 或是他的声音 不管是 这个都是身体的 三号不管怎么样就是电到你了 哇 你就神魂颠倒了 你就一直想希望更进一步聊点 你就会跟他搭山啊 跟他聊天啊 然后到最后是希望能够知道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啊 你的电话可以 我们可以交换电话吗 这个是最起码的 当他愿意告诉你他的名字 跟电话号码的时候 代表他有一点被你电到 他也被你吸引 他有兴趣跟你进一步的认识 这个时候你们就从纯粹的passion 就有一点要进到内心 这是外在的吸引 就进到内心的世界 就开始希望了解 我希望了解的不是只有你的外面 我希望了解的是你的里面 那个里面就是这个亲密 intimacy 真正的亲是 心跟心相通的亲 而不是外面的身体 外面的身体只是一个passion而已 那一旦你跟他越来越认识 越了解他的兴趣 嗜好 他的缺点 优点以后 你还是喜欢他 那这个时候的喜欢 就比纯粹是passion更多了 这个是两个人谈了很多东西 觉得很好 然后你就慢慢的产生第三种变化 那种变化就是说 不理我的事 这很奇怪 你喜欢他不只是喜欢他的身体 现在喜欢听他的声音 喜欢跟他讲话 喜欢跟他讲你的内心的世界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人一试验就自杀 那为什么要自杀 他说没有他我活不下去 那就问他说 你没有认识他以前你不是活着好 对啊 没有认识他活着好好的 一认识以后就活不下去了 那这个就是已经产生医护 bunding 我们叫bunding或是attachment 那个医护的关系 医护的关系就让你觉得 没有他我就不完美 没有他我就变成半个人 本来都不认识谁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活得好好的 爱上一个人以后 你把你自己给他 就发现你没有他不行 这种医护的关系产生 就是你就会决定跟他说 我可以不可以不要离开你 我可以不可以永远的就跟你在一起 那就进到第三个 当把永远加进来的时候 把时间的因素加进来 那个就叫尾身 尾身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尾身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现在你很漂亮 现在你很可爱 我喜欢你 我愿意跟你承诺 以后不管你变得都老都丑 我还是跟你在一起 那个叫尾身 这样了解吗 尾身就是超越 超越亲密 超越激情的一个承诺 那个承诺是将来是的 我不是只有今天晚上跟你在一起 如果今天晚上这个叫一夜情 那个就没有尾身 我是明天下个礼拜 下个月明年 一生 大部分的尾身是用一生 什么时候为尾身呢 就是两个人在月亮的照耀下面 然后就在那边指着月亮发誓的时候 那个是尾身 当两个人把这样的花式 希望在双方的父母面前也表白的时候 那个就叫婚礼 那个就叫誓约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举行 一个婚礼的rehearsal练习 那就是要新郎新娘 在上帝跟众人面前 就是要讲几句话 那几句话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愿意公开承认接纳 你就是我的太太 从现在起 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处境 我就是要接纳你 我要鼓励你 我要安慰你 我要扶持你 一直到我见主的面 这是一般识约的很简单的内容 那里面都看得出来 它有一个无条件的条件 就是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那个让我们的爱有稳固的 其实是这个东西 否则将来会有比他更漂亮的人 比他内心世界更美的人会出来 你所认识这个对象 并不是全世界最完美的 那如果伟生加进去以后 就把其他的更好的可能性排除 所以不要任意的伟生 伟生的意义就是说 我把其他可能性排除 我就是专一的爱 那我们代表伟生的大部分 就是用一个戒指 对不对 而且用什么 用白金的戒指 为什么不用铜 为什么不用铁或是锡呢 我们觉得那个太太熟 太没有办法表达 我对他的那个真诚 所以我们挑最贵的 这样讲对吗 上面甚至放钻石 就是钻戒 为什么要跪 跪代表我把我最宝贵的这个人 我要给你 那我们在结婚台会讲说 戒指是圆的 代表这个爱是没有终点的 你知道圆吗 现就是有起点有终点 圆就是没有终点没有起点 那就是我们叫做永恒 永恒就是将来的无限期 当然我们会死嘛 这我们常常说一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 死了我就没有办法讲什么 就我都死掉了 可是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是爱你 那我刚才在描述这个就是 就是指这个尾声 那么我们的夫妻的爱 根据我刚才的描述 就有一点 有一个过程 大部分是先从被吸引开始 如果连一看就根本没有被吸引的话 连兴趣都没有 不要讲说想要认识他 那吸引了以后呢 然后就开始希望深入的了解 然后就有一个长期的尾声 那这三个东西 这是Standberg他研究出来发现 所谓爱就有这三个东西 可是这三个不一定都是夫妻的关系 所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这样子 那么他就试着讲 有一些爱呢 只有这个 或是只有这个 或是只有这个 这种爱是很单一的 只有激情的爱 我把它称作无三云一 他只有身体其他都没有 我也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我也不打算终身就跟你怎么样 我们今天晚上 只要我们两个高兴 我们两个就享受一个性生活 然后明天拜拜 什么都没有 也不必多讲 那这个重点是 我喜欢你你喜欢我 中间没有金钱 有金钱的话 那个变成是性交易 中间没有什么物质的来往 就是 只要我们两个喜欢 我们就上传 明天就各走各的 也不需要什么 我们就是享受今天就好 爱就是只要曾经拥有 何必什么 何必天长地久 那拥有 即使他没有拥有他的整个人 他只有拥有今天晚上的拥抱 也许色经 性高潮 只有拥有这个 就是很短暂 可是觉得这样就好 现在有没有这种爱 有很多年轻人就是 他就是这样看法 就是不要想太多嘛 就这样就好了 然后不要牵挂 很多人 只有这个就可以 别的都不要 那就是 我用吴三云里来表示 有的人呢 重点是在 谈得来 他不一定要有性关系 他谈得来就很高兴 那这个只有这个的 我叫做知心良友 这是好朋友啦 在一起就是一起玩 一起聊天 一起做喜欢做的事情 这是共同的兴趣 越讲越高兴 可是不一定要有身体的接触 不一定要有性的关系 这个是纯粹的 有情啦 这个可以男女之间 可以男男之间 女女之间都可以 我们说我们有好朋友 所以这是一个 好朋友的爱也是一种爱 那种爱的重点是分享生命 分享生命 那有一种爱呢 是尾身 既没有激情 又没有亲力 可是就是 一定不能离开 我把它称作海事三盟 这种爱现在比较少 古代很多 你知道那个 贞结排房吗 古代 特别是基督教 认为 婚姻是 上帝面前立的蒙事 虽然两个人已经不讲话了 两个人也没有性生活了 可是打死也不可以离婚 你听过这句话吗 就是说我宁可死 也不可以离婚 到目前还有人这样看 所以婚姻呢 就变成 那个爱这两个都没有了 剩下的是一个 我就是跟定你的 不管怎么样 你打我也好 你骂我也好 我就是跟定你的 因为我是基督徒 这个常常是古代的 不是基督教的那像传统的婚姻的女性 常常是这样 就嫁到了 这是我的名字 你知道吗 夫妻已经不行了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就是 就是坚持在那边 叫做囤论 常常是咬着牙齿 忍耐婚姻 不是享受婚姻 一直到死 才停止 所以现在比较少 现在的人他是享乐主义比较多 没送我就走 我在插你 这样比较多 可是比较传统 你可以想一想 不管是基督教或是非基督教 传统的婚姻里面 常常会有这种 两个人其实没有话讲 看来看 没有什么话讲 也没有什么兴趣去玩那些身体的游戏 但是两个人就是stick together 就是粘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 还是剩下这个 所以就是这三个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三角又还有三边 不是还有三个边吗 激情 然后就尾身 根本不了解 一跃激情 然后就终身不理不弃的 这个我把它称作一见钟情 就是 他跟他有发生身体的接触 可是他也决定说 就是不离其他人 他已经定终身了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激情 亲密 但是没有尾身 这个现在很多 年轻人他们叫同居 你知道吗 他就是不去法院登记 就不要过那个饰演 可是他两个人也是 哇 讲话讲了很多 两个人也是常常有身体的接触 我把它称作浪漫情侣 浪漫情侣 好 那么 两个人很亲密 也尾身 可是已经 没有办法玩这个游戏了 这个叫老胡老七 这样讲对吗 齁 要玩也没力了 就是 但是两个还是很好啊 因为已经一起哭 一起闹 一起笑 一起高兴 一起养孩子已经有很短 所以那个感情很深厚知道吗 剩下的就是陪伴 这个叫做终身伴侣 一般是这样的 刚新婚的夫妻 我们说最理想 他们最理想的事也是最累的 就是三个都有 而且也不普通的 那个叫美满爱情 他们这样讲 有人会说 当然爱情三个都要满 不一定啦 因为 因为那种东西很累 你知道吗 三个都要有 很辛苦 这样讲 在那种情况下 人都不会活太久 因为你的荷姆都很高 血压很高 什么都很高 不久就聪明了 你知道吗 所以大部分的婚姻 都会从 常常是从这里开始 然后走到这里 然后走到很美满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就走到终身伴侣这边 知道吗 所以这个你也可以画 你可以画是 我们两个人之间有关系 目前大概走到哪里 你可以从这个脚走到这个边 走到下一个脚 然后走到哪里 最后 比较老屋老居的时候 常常是走到终身伴侣 从浪漫的情侣 走到终身的伴侣 这个叫romantic lover 这个叫companion 这个叫consummate consummate lover 所以 这是Standberg 他的爱情理论 就是说 我们的爱之间可以有这样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那个 事件跟Dina 第一次约会就发生性关系 很有可能是 只有在这里 就是激情 然后就过了那个底线 但是问题是 Dina的哥哥们 却不认为这是好事 她认为这是 侮辱我们的家风 所以就开始出问题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办法去了解 到底Dina在这个故事里面 她的主观的感觉 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访问她 说Dina 在整个事情的经过 你的想法是什么 犹太的拉比有试着去讲 Dina她怎么看这个整个事情 不过等一下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报告 那这个是关于这个Standberg 他的那个triangular theory 爱的三角理论 不是三角恋爱理论 是爱的三角理论 他的三角是指 intimacy, passion and commitment 如果英文的话 应该是met的 但是我不喜欢字太长 因为太长会跑到外面去 所以我就给他切短 好 那我们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的讲义 回到圣经 我讲到34章第三节的 Standberg triangular love theory 这样你们应该大概知道 那个是什么东西的 给你们这一张投影片 那整个过程当中 Dina有没有失去人身自由 是强暴还是婚宣性行为 这个我现在不确定 大部分的圣经的学者是认为 这个是约会强暴 就是女的是被迫 不是愿意的 所以她的哥哥就很生气 那好像整个故事看起来 好像Dina在那个之后呢 就留在她家里 这是被软禁 然后他们赶快来向这边提亲 希望能够让两个人可以结婚 那么我们看34章26节 拉下来就好 好 这里 又用刀杀了哈摩和她的儿子事件 把Dina从事件家里带出来 这一句话事件家里带出来 代表Dina一直在事件的家里 所以那次约会发生 那个一夜请以后呢 Dina似乎没有回家 那是被抓起来吗 还是怎么样呢 还是她不敢回家 怕回去就被哥哥们打死呢 还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 那如果说假设说 我们回去看34章第二节 假设这是第一次约会的Date Rate 就是约会强暴的话 假设是这样的时候 那么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事件 他的爸爸没有教好他 男孩子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 要注意什么事情 这个性教育没有教好 或是这个爸爸太宠这个孩子 没有好好的管他 所以34章第二节 第一次见面事件就霸王硬上宫 这个是以假设来讲 强暴Dina 可能还把Dina软禁在家里 在此我们看到事件可能是一个被父母宠坏的孩子 但是要什么就要什么 完全不考虑对别人可能产生的伤害 也完全没有道德伦理的考量 但是我后面写说 也有就位学者表示 这可能是青少年之间的婚前性行为 这个就是两厢情愿的发生 就没有强暴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 就看圣经只有写说 Dina跑去玩 然后就跟事件就发生关系 就是这样子 在这里 那地的主西魏人哈姆的儿子 事件看见他就拉住他 与他行淫颠入他 如果根据这个颠入他 好像有一点强暴的意思 好像这个女的是被害者 但是他并不是要欺负他 因为他是 就是我讲的被他吸引 就是被他整个 不管是他的外貌 他的头发 他的什么都好 被他吸引了 然后就冻不住 然后就发生 因为他很爱 就发生了以后 就甜蜜蜜语的安慰他 好 然后甚至要娶他做老婆 那 跟你们谈另外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在心理学 在精神医学是一个叫少见的症候群 就是说 当一个施害者去控制被害者 一段时间以后 被害者会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情况 他居然是同情爱上这个加害者 这个是很少见的 如果说你把我强暴 你又把我绑起来 或把我关在你家里 我怎么可能爱上你 但是有可能 这个是很特别的 所以这个就叫Stockholm 我们讲义的三十四章第三节 Stanberg Triangular Love Theory 1982后面 Dina是不是失去人身自由 被事件强暴之后 又被事件掳回家 照监禁在家呢 站在Dina的立场看这个事件 被强暴以后的Dina 能否真心的爱事件呢 强暴所产生的身心伤害 能够用事后的甜蜜蜜语来弥补呢 后面我就提到一个叫Stockholm Syndrome 还有一个叫Lima Syndrome 那这个是刚好讲到这边 有机会介绍给大家 这两个Syndrom 回去刚才那个投影片 先把这个对 好 就是这个 在这边吧 对 好 这个Stockholm Syndrome 斯德哥尔摩的症候群 这是发生在Stockholm的Sweiden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是1973年8月23到28 一群强盗跑到一个银行 把那个行员呢 把他 那个叫什么 把他绑架 然后就是要抢 那经过五天以后 才问题才解决 那问题解决以后呢 那些被绑的那个银行的行员 居然替强盗说话 就是替强盗求情啦 说他们对我们也很好啊 怎么样啊 这个让大家大吃一惊啊 他已经把你 用枪把你绑架 把你绑掉那么久了 你 你应该说打死他 你怎么说 替他说话 那那个瑞典的一个心理学家就开始探讨这个现象 那他提出报告说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形 你听过这句话吗 如果女孩子 如果要强暴你的话 你就随便他 完了他走了 你还可以去报案 还可以把他抓起来 如果你就跟他 跟他 反抗的时候 你可能就被他弄死了 当你发现快要死的时候 你想活下去的那个 那个动机很强的时候 你就转过来 会变成是 我就 我牛你啦 顺利啦 那这个不只发生在强盗跟被强盗之间 发生在所有的关系都有这种情形 婚姻里面如果有一个残暴的丈夫 一天到晚打他的老婆 突然发现很奇怪 那个老婆变成是逆来顺受 到一般我们讲说 哪里有 不要乱了 还是离婚了 慢慢演变成一种共存的那种 很奇怪的心态 他还会照顾他 那这个是很特别的 那 这个 最厉害的是 一年以后 一个叫Patti Hurst 这个Patti Hurst 如果你有兴趣你去打打他的名字 看看Patti Hurst是那个 好像是石友大王的那个 很有钱的一个他的女儿啦 他被人家绑票 绑了好久 后来他居然加入那个绑票集团 一起去抢别人 他就爱上里面的那个绑回 知道吗 这个在全世界很有名的 这个是很特别的 我们叫做 就是既然你输他 你不如就参加他啦 参加他你还有机会活下来 你还有机会得到好处 甚至是这种被绑票的人在绑票 比如说我绑架 你绑架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呢 我为了要跟你爸爸要钱 我就给你吃啊 安排你睡觉啊 所以很奇怪 久了以后 这个会觉得说 他对我不错啊 他也没有打我啊 他只是为了要我爸爸的钱啊 你看他照顾我照顾得很好啊 那就忘记了他被绑票 这个恐怖的事实 就剩下的事说他对我也不错啊 怎么样啊 他即使是为了不要让你死掉 好好去跟人家拿钱 他也根本不是喜欢你 也不是什么照顾你 可是被绑票的人居然会这样的去解释 你知道古代结婚是用抢的吗 听过吗 因为同族的结婚会生下那个 有问题的孩子嘛 现在很多狗很贵的生的小孩子叫做笨狗 你听过吗 那个很高贵的狗啊 怕跟其他狗那个杂种就没有价值嘛 那个那个叫什么 品质保证的那个有血统保证的 结果很笨 为什么 因为他同 同基因结婚结果生下的小狗啊 就傻傻的 那为了避免这个 所以常常这一组的人就不可以跟这组的人通 后来我们就告诉同性不结婚 你听过这句话吗 其实就是要避开这种基因的那个问题嘛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好的基因 大家都有 如果你跟你基因相近的 这个两个不好的基因放在一起 孩子这个不好的基因就会变成显性 我们大部分的不好的基因是隐性 这样懂吗 所以我们有一大堆会死掉的基因 可是为什么活得好好的 因为我们另外有一个DNA把它cover掉了 可是万一你是相同的一结婚 你的孩子就有可能这两个不好的就爆出来了 因为没有另外一个来cover 所以这个有遗传学的那个 那这样讲就是说 这个结婚不能跟同主的 那一族的人家不一定要嫁你啊 那怎么办呢 就是用抢的 这样懂吗 特别是那种庙会还是什么 就是大节庆的时候女孩子穿得很漂亮 俊妙 就是希望人家来抢 这样懂吗 因为没人抢你就没老公啦 因为你不能嫁给你的同 同中的那种不必抢啊 大家从小就可以玩啊 清美之后 可是这个不能啊 因为这个有禁忌嘛 Taboo嘛 同claim 同一个社会的不能结婚嘛 那女孩子又不能跑去外面啊 只有祷告到那天都很漂亮有人来抢啊 就是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被抢的人还很高兴呢 有人抢我啦 这种 这种传统的这个异性之间的游戏 后来到现在小朋友还有留一点点 就是说 那当你的孩子到初中的时候 或是国小五六年级 女孩子已经差不多有一点点 性成熟有一点点的时候 她开始喜欢男生的时候 可是她有一点女孩子的精神 不能去跟男生玩啊 那怎么办呢 就要弄得让男生喜欢找女孩 可是男生因为一般来讲比较晚熟 就是六年级的男生好像是还是流鼻涕啊 女生已经是挺挺欲虑了 所以这个男生看到一个同班同学喜欢呢 女孩子看不起他 那时候女孩子只有往上看 就看他的老师啊 那些什么比较高的 哦 那个看起来才好 他喜欢熟男啊 不喜欢这种 可是这个男子很喜欢同学怎么办呢 他就只会去抓癞蛤马啦 抓什么蜥蜴啊 因为他不会表达嘛 就抓一些奇怪的东西 然后就偷偷的放在他喜欢的女生的抽屉里面 这样同吗 这样来表示我喜欢你 因为他没有人教他怎么表示嘛 你看这个女生 早上一到学校一打开 然后报告老师 然后你知道吗 两三天呢 每天他的桌子都有癞蛤马蜥蜴蟑螂 别的女生都没有 你知道别的女生都难过吗 你不会觉得这样吗 那怎么都是他 那么多男生喜欢他 每天都有那个奇怪的东西在他抽屉 每天都没变腾 这个很奇怪 那这个演变到姓生活 就叫虐待狂跟变虐待狂 你晓得吗 很特别的 我在讲这个Stockholm的这个Syndrome 跟Lima的Syndrome 这个很奇怪 就是说不是尊重 不是互相示好 不是正面的 而是用一种暴力的 用一种 可是对方被虐得很高兴 不被虐反而不会爽快 你知道吗 现在有很多那个情趣商店 卖的就是你怎么让对方 有的甚至把他弄死掉 有没有 那背后 我要讲的是背后的心理学来讲 有这样的奇怪的关系 那这个在圣经也有 这个叫做hostage bondage to captor 这个被绑架的人 对绑架他的人 产生那个医护 甚至爱的关系 这是很特别的 我们看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好 四世纪二十一章 好 这个是一个悲剧 就是贝尼亚敏 贝尼亚敏支派呢 因为就是跟其他十一个支派呢 冲突了 第一家十一个支派就把他们杀 杀掉了 那杀到最后呢 他们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结婚了 就是有问题的 要灭祖了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告诉他 有这个风俗就是抢婚 那就容许他们来做这种事情 来补足那个宗族 所以他们的父亲或是弟兄肉 来跟我们增进 我们从二十一节 好 就是跟贝尼亚敏 这个正是快要被灭祖的 还留下几个男的 女的都没有 不知道要怎么说 那怎么帮他们留后代 就用这种方法 你们在葡萄园埋伏 看见世罗的女子 这是外族人 然后来跳舞 这个就是希望人家来抢的 不然为什么要跳舞呢 这是他们那个特别的 好像以前也有那个庙会 这是像什么姐的时候 女孩子要穿得很漂亮 到庙里面去拜拜 就是希望有如意郎金刚好看到你 然后就来提亲 就是希望给自己有曝光的机会 那这个就是他们就出来跳舞 从葡萄园出来 在世罗里面各抢一个 你看 回家 他们的 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和哥哥 如果来跟我们说 那是这样 我们就说 看我们的情面 是因为战争的时候 我们没有给她留下女子为妻 那也不是你们给她的 如果你们给的就算有罪 这个也是她被抢的嘛 那被女孩子就这样做 按着他们的书目 从跳舞的女孩子抢去回去 然后他们就 这一个支牌才活下来 那我只是让她知道说 在圣经里面 也有留下这么一个档案记录 就是抢婚 好 那 就顺便讲 Lima syndrome 就是 Stockholm 后来发现有另外相反的 就是抢婚就爱上被抢的人 就是照理讲 你抢她不是为了爱她 你是为了要钱 为了别的目的 是伤害她嘛 后来居然同情 居然爱上她 这个是发生在 Peru 那个 Lima 这个是发生在1996年 所以漫了大概20年 12月17号 一直绑票到1997年4月20日 这个很久 四个月 那这个发生什么 这个是那个 那个Peru Peru的Lima 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反抗军 现在叫做恐怖分子 其实就是少数民族 取来反抗统治阶级 就会被称作恐怖分子 那这个反抗军呢 他为了要全世界 所以注意到Lima的问题 他们就利用一个日本大使 在宴请当时的所有的贵宾的时候 把那个大使馆整个绑票 绑了很多人 绑了一大票 那个不是几个人 这个是完全政治动机 根本不是为了钱 他是为了向全世界糟糕说 我们政府都糟糕 里面还包括Lima的那个王厨 还包括很多很重要的人 可是奇怪 他绑了那么久 不久呢 这个绑回就开始同情 被他们绑的人 那这是无辜的嘛 他只是为了对付政府嘛 所以不久呢 他们居然把最重要的人 一个一个放走 那最后案子当然就结束了 可是 这很特别的 一般来讲是 他们会把被绑的人一个一个杀掉 然后增加力道 让政府屈服嘛 不是 他自己等于小峰你知道吗 好不容易抓了一大票 可以有谈判的筹码 后来居然是 就是他绑回自己就开始 爱上或是同情 这些被他绑的人 觉得他们很可怜 然后就慢慢的把他们放走 放走对他们这样很不好 因为你知道绑回 一旦把这些绑票放走的话 警察就攻坚嘛 对不对 所以对他们反而是不好 可是他们就做这种事情 这是在Piru Lima 发生的这个叫做Lima syndrome 这个是跟Stockholm 是刚刚相反的啦 所以到这里就是跟大家介绍 跟事件 跟这个Dina的事件 发生的事情之中 有关系的一些 心理学的一些东西 那 我们看34章第4节 创世记 好 刚才我们讲到的背景 就是Dina在那个地方 已经住了一段时间 我想是teenager 然后就无聊嘛 就跑去城里面 因为他是外来人 住在外面 跑去城里面找那边的女孩子玩 结果被那个事件看到了 喜欢她 然后就拉住她 发生性关系 点入她 所以如果根据这三个字 有可能是 开始 开始不是两个人就恋爱 婚前性行为 好像是有一点 一个比较主动 一个是被动 可是这个主动 她的出发点不是不好 她不是要强暴她 她是爱她 只是爸爸没有教好 爱不能用这样子来的啦 她就细恋喜爱 甜蜜蜜于安慰她 所以需要安慰代表这个女孩子在哭嘛 还需要安慰嘛 所以她希望这样以后 她愿意跟她结婚 那事件就对她的爸爸 喊慰 说 聘这女子为妻 所以这个有一点 逆向操作 应该是先聘为妻 然后两个人就发生性关系 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嘛 她就是吃饥饿 她反过来 先做 然后再要去补这些该做的事情 她也希望好好的 可以跟她结婚 我刚才就问嘛 这样以后可以吗 这个女孩子可以爱 这个强暴她的人吗 除非她是stock home syndrome 如果不是stock home syndrome的话 大概会很难啦 所以我有一句话说 爱是不是应该用尊重做前提呢 总不能用爱做借口 然后就把对方的自由意志 把它压下来 所以如果有勉强的情况 最主要就是尊重失去了 那事件对她的爸爸这样讲 好 雅各听见 雅各也听到了 事件玷污了她的女儿蒂娜 她的儿子们正干群促在田野 雅各就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 等一下我会解释 为什么这个爸爸怎么那么没有用 女儿已经发生这种事情了 她在家里居然不讲话 因为儿子不在家 好 那我们看我们的讲义 34章第4节 事件可能已经用田野蜜语 获得蒂娜的原谅跟接纳 就是会不会蒂娜已经产生stock home syndrome呢 所以她进一步要求她的爸爸哈摩 替她出面 跟蒂娜的爸爸雅各正式提亲 当时蒂娜可能也在现场 或是没有我们不知道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两个人要结婚 不是两个一男一女就可以决定的 还要爸爸对爸爸哈 事件的父亲哈摩说求你喂 那他就 事件的父亲哈摩就见雅各 那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结婚 还要不要这个动作 应该要吧 提亲 提亲就表示不是两个人的事 提亲常常是 这边有一个人要派一个够分量的代表 去跟对方的长辈 大部分是父母 要跟他讲到说 我们孩子就喜欢你们的女儿 那是不是可以不可以 把你们的女儿嫁给我们家孩子 让我们结成亲家 这个叫提亲嘛 所以很清楚的就是说 婚姻比两个人多啦 我要讲只是这句话 就是说婚姻是两个家族 因为这两个人就变成亲家 变成亲家 这个过程是很 我觉得是很复杂的 因为 两个人就比较简单啦 年轻人收好就好嘛 可是双方的家长对婚姻的 期待跟要求常常有落差 常常有落差 那特别像我们家儿子女儿 交朋友结婚的时候 那个更糟糕 因为我们是台湾长大的 可是他们是在美国交往 要去提亲的时候 到底我们要走中国礼 美国礼 为什么差很多呢 因为美国 结婚是女孩子护权者 台湾结婚是男孩子护权者 所以这个就差很多不是差很多吗 啊 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呢 是我们 我们女儿跟女儿女儿一起 我跟她的爸爸不熟啊 对不对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说要结婚了 我们才说怎么办 要找哪一个人去谈 然后 然后 怎么谈不会伤的那个 还没有开始就伤了感情呢 所以每个人不得很重要 你知道吗 你不要看清这个 他要是双方都尊重的某一个人 然后他要很了解双方对婚姻的期待 勒索 知道吗 就是那个礼仪啊 其实有的家长不是在乎钱 他在乎说没面子 知道吗 我们家女儿这样就嫁了吗 好 我们有工作了呢 大家会来看啊 怎么这个起码这个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次很复杂的 那不小心就会踩到地雷 然后造成以后婚姻上一个很大的阴影 所以每一次年轻人要结婚 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两个说就好 现在很多人都这样想 就是说有什么问题我就叫他去跟他爸爸讲 然后我跟我妈妈讲 我跟你的戏啊 你们没有 因为年轻人还不懂老一辈的 虽然是自己的父母啊 爸爸妈妈 如果女儿讲 没关系 要什么都没关系 都说 这样喔 特别是像订婚的那一天 如果说没有先谈好的话 有时候那个很尴尬 然后后面就有很多声音出来 本来是一件好事 就变得很很伤心 所以我是看过很多这种 特别是现在有这种不同文化 这种关系 发现这个不容易 那现在他们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事件是另外一个文化 是迦南文化 那这个犹太人 以色列是另外一个文化 他是 就是外国人 所以这里有一组之间 那这个事件的爸爸就希望好好的去提亲 要去提亲 那结果呢 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对方对这种婚前性关系的那种厌恶 就被误导 然后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诈骗 雅各的孩子就诈骗这个诚心诚意 要来提亲的人 就用这个机会把人家全部杀光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故事 其实过程就是 就是一个年轻人的发生婚前性行为 然后希望好好的提亲 其实圣经也说 如果还没有订婚的女孩子 你跟她发生性关系 你一定要娶她为妻 到圣经有个原因是一定要这样做的 可是那个Dina的哥哥们不这样想 他们该死了 就只有这样子 也没有考虑到Dina以后怎么办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 Dina那一次就怀孕了 然后以后就没有办法结婚 后来她就要求西面要举她回去 变成她的哥哥 因为她哥哥把她的先生杀掉 让她终身当寡妇 这是拉比后来的话 所以说故事就讲到他们把她杀光就没有了 关于Dina这个人 她一生的婚姻 她一生的孩子的问题 圣经就没有讲了 可是旧约的传统就是拉比的传统 有稍微讲一点这些东西 这个也许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讲义 当时 当代的婚姻是由双方家长之间提亲 并且决定 那我要讲就是 甚至到现在 恐怕这个因素也还在 没有办法完全的免除 我们看《创世记》24章第4节 这个是亚伯拉罕 帮他的孩子取亲的故事 你看他就派代表 这应该是不能播 不能说 他家里一个最老的仆人 然后叫他放在大腿底下 发誓 那我跟你们讲 放在大腿底下 即使是抓着他的生殖器 这代表说 如果我怎么样 在天打雷劈 那是很重的誓 很重的誓言 那圣经不好讲那么直接 就是放在大腿底下 那大腿底下有什么东西 你就知道 然后发誓 这个是重视的意思 就是天打雷劈的意思 他说绝对不可以 让我的儿子 娶嘉南中的女子为妻 要回到我的本地 为我的儿子以撒 娶一个妻子 他不来呢 他说不来就没有关系 但是 就是一定要这样 所以这个是 这个以撒 没有自己去交女朋友 是靠爸爸派一个媒工 媒人工 去帮他去提亲 那后来这个人有成功的提到亲 我们看五十五十一节 往下 这同 五十九 有没有 看看有没有 好 这里 这个仆人 就是到女孩子那边 当然他用一些方法来 确定这个女孩子是不错 比如说他有体力 帮十字骆驼打水 这个应该可以生小孩 很有力量的 然后他很有爱心 他不只爱人 他还爱动物 不只爱外地人 他有用一些 简单的测试方法 确定这个女孩子品质不错 然后他就要去提亲了 当然提亲就要提礼物 拼金跟礼米是两件事 拼金是拼金 礼物是礼物 他就带过去 然后就说 如果你愿慈爱诚实 带我的主人就告诉我 如果不要告诉我 那我就回家 拉班跟彼土利 彼土利是爸爸 拉班是哥哥 就回答说 这事出于耶和华 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胆 看啊 利百佳在你面前 可以将他带 这代表 他已经得到哥哥跟爸爸的同意 照着耶和华 那你看 亚伯拉恩的仆人 这个没人 就在神面前敬拜神 仆人就拿出金器 银器 衣服 送给利百佳 又把宝物送给他哥哥和母亲 所以 这个 这个有 这三个等于是聘 那这个就是gift 知道吗 礼物 台湾还有那个大聘小聘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聘还分大聘小聘 小聘一定会收 大聘有的会退 或是结婚的时候会还 那这个是一些礼仪啦 当然中间有关于一些金钱的交换 好 那 我再讲一些说 现代的婚姻是不是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海事商门呢 双方的家长跟家人在婚姻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可是我们从来在圣经中没有看到 事件的爸爸对于事件强暴抵纳 还有监禁抵纳的事 对事件延迟的指责 或是向雅各道歉赔罪 这个是不是代表抢婚 刚才那个我们已经看过了 是当代可以接受的行为吗 或是哈摩对于事件过度溺爱跟犯任 完全没有给予管教跟承接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爸爸知道这个儿子 跟外地来的一个女孩子 就把人家强暴了 这个爸爸居然没有处理这一个事情 他只是帮这个儿子去提亲 然后就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亲家最好 可是这件事情需要处理吗 他不处理的结果是雅各的孩子处理 那处理就很可怕 我就不晓得如果事件的爸爸 有对事件有处罚 然后有跟人家先抱歉 然后再提亲会不会好一点 看起来事件的爸爸 对这件事情的伦理性跟道德性就不谈 至少圣经没有记载 那下面就要提到一个叫做 Diana Bomerin 她提的Parenting Style 这个是跟父母教小孩有几种教法 那我想我们就休息一下 到十点半再回来 休息一个四五分钟 起来走一走 喝喝水 上上厕所 吃点东西 好 没有我想要问一个干嘛提的问题 嘿 我要给你去 没有我直接听我觉得很有趣 你有没有 我先 我先找你 哈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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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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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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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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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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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